大家好,今天是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 这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我在星期二,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录 因为我怕星期三我都要出去 有时去了半天,或者晚上才回来 可以的话,我就尽早录了 先说十四日,星期一 其实选举人票是拜登胜出的 有306票,对特朗普的230多票 其实这次美国总统大川选举 对特朗普或者我们的侵犯 当然是一种折磨 因为你是由11月3日到现在已经过几月了 但你反过来说,其实对拜登也是一种折磨 因为究竟我是不是总统呢? 对不对?我很想做总统 但我又不敢认 其实这次选举人的结果 都不是最终极的 因为如果在中间 因为他是1月6日才会由副总统彭斯 直接当场开票宣布 哪一个是当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如果在中段 法庭他再受理一些摇摆州份的官司 而他接受了的话 现在的选举人就未必是现在的选举人 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如果随便说 譬如说Pennsylvania才选举 如果他中间是真的接受 法庭是接受了 其实法庭接受德国官司 其实可能就有胜算 这样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些选举人 对不对? 因为他告你那个 就是那个州威胁 所以就变成可能有特朗普 一些后保的选举人 所以其实这个中间仍然有变数 其实就是说 去到由今天 由15号 即是美东时间的15号 去到1月6号 其实中间仍然有变数 那些所谓的众议员 或者参议员 他仍然都可以 投票是不赞成这个结果 所以其实 其实我们在星期二的 中国民心和香港民心都说过 特朗普在整个中段是不利的 很明显的 他在整个中段都不利 大家看看由 11月 在最早期的 美国总统大选 在 摇买州份 其实他是赢过的 但是突然间那些由 计划 其实他 处于下风一段很长的时间 差不多 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么久 但是我们也在这个挂里面说过 就是说 他处于下风 会有一段 整个中段的过程 特朗普都会处于下风 他直至到这个维修的很尾段 他才会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而那个明显的优势 之后 可能就是 就是 决定 哪一个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所以可能在整个 Christmas 里面 整个圣诞里面 其实特朗普都可能处于下风 那么可能去到最尾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是会有一些 比较决定性的事情出现 令到 有一些 官司是接受了 又或者令到一些 参议员或者众议员 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就是认为这个选举是有舞弊的 大家都明白 特朗普现在是 在做一件什么事 其实特朗普 我觉得他是 对抗一个很大的组织 对抗一个很大的组织 这个很大的组织 当然是一个利益集团 我又不觉得 共产党会 有一个这么大的能力 现在可以控制到美国 我相信特朗普 是 在打烂很多人的利益 其实 他现在在做的事 是在打烂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这些人 不顾一切都要推他下来 这些人 做了很多事情 是很离谱的 就是这么离谱 他都要推他下来 那这件事究竟 是不是将来 真的会对美国 有一个安全性的威胁呢 某程度上是 是很容易被人收买的 如果特朗普从政这么多年 就是从商这么多年 会不会没有一些所谓贪污 贵路的事情 不会 一定有 一定有 但问题就是 今次是一个不同的事件 今次是一个不同的事件 如果特朗普能够 一个民主党 他不能够做完所有的事件 就是民主党 and一部分的共和党 有部分的人 就是为今次 fight for America 而去做的 就是大家知道 其实你要把那些人 赶来中国 其实你是在打烂很多人的饭碗 你把那些人赶来中国 不跟中国做生意 或者大家想想 特朗普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你想想特朗普现在在做什么 他叫很多中资股 你不能够投资 你想想他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现在宣布 很多中资股 你们都不能够投资 他们是影响国家安全的 那你要卖了那些股份 那你说有没有问题 多少 多少华尔街的企业 是在投资中海油 中移动 这些所谓中国在美国上的IPO 白点说句 多少投行赚钱 赚多少钱 你不让他来上市 你赶他走 你要我不持有阿里巴巴股票 那我怎么赚钱 对不对 你赚钱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看着他做的事情就知道 喂 你赚了中国的留学生手 白点说句 那我怎么赚钱 对不对 喂 那这楼子谁买 对不对 谁来贵骂我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你看着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些 喂 你们不要在中国开厂了 你们回来 那中间是否你赚钱 对不对 喂 那我现在赚得开开心心的 我在中国现在做生意做得开开心心的 我自己走就是我自己的事 对不对 喂 你现在赚了我走 叫我把旧钱无端端放回印度 他从头来过 你报回给我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他在做的所有这么多事情 其实是在伤害很大部分商家的利益 这一类商家的利益 很白点说句 不是一定是民主党的 亦都有共和党的 华尔街就不用说 就是Wall Street就不用说 就是简单说句 你现在在中国 有譬如富士康那些 我这家厂有几十万人 你现在搞贸易战 赶救了我走 我已经损失惨重了 对不对 你还叫我去印度再开厂 大佬 那这些钱是否你赚回给我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他在打烂很多人的饭门 为了要对抗中共 坦白说句 只是华尔街 正是华尔街要移动利特朗普 利特朗普也很麻烦 包括传媒 传媒也是 对不对 你现在看Facebook 你现在看Google Twitter 对不对 大哥 我有很多 就是中共的党员 老实说句 在美国 很多这些传媒 他们有份投资 对不对 很多这些传媒 他们有份投资 我请了很多中国人 我请了很多中国人 我可以和中国做很多生意 大哥 你全部不让我 你全部 大哥 你这样叫我 你叫我打我老闆 我怎么打 对不对 譬如说Facebook 很多广告 都是由中国来的 你叫我打我老闆 那我就不用做 对不对 我没有了生意 你给我 对不对 美国优先 白说句 口头上说得很好 但是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 很老实说句 我本身 我不理你哪一个优先 我今个月找一亿 我们美国优先也好 中国优先也好 我下个月找得600万 即我今个月找一亿 我下个月找得6千万 我就不妥理特朗普 很简单 对不对 很简单而已 只不过一件事 他不会明白地走出来 说我不能喜欢 因为美国优先 没有人会反对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等于习近平一样 你打贪 字面上 没有人能够反对你 这句话 但问题就是 你影响到我的利益 我便移动你 所以你看到现在 为什么有些共和党人都反对他 原因就是 共和党人都有做生意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特朗普 要为正义而战是你的事 对 你不要选到我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一仗艰难 这一仗艰难 因为不止有党的势力 还有华尔街的势力 华尔街最多是什么 钱 华尔街最多是钱 对 他都好像吵架巴菲特 他说他投资在中国的公司 对不对 其实这一仗是艰难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 我们支持到最后一刻 希望他真的支持下去 但是圣诞节即将来临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过一个愉快的圣诞之夜 就不要忘记你的信念 好吗 好 先跟大家交代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状况 地产在抗疫来说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抗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令到经济和地产恢复常态 这个问题在中国 在大湾区 在香港也是一样 特别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问题 你更加支持不下去 譬如说你本身 已经是收入已经比以前少了 已经是慢慢的 如果你跟着再失业 或者你生病的话就更大 现在的问题就发生在深圳 发生在大湾区 所以就令到 我们很少听到国家 直接不留情面地创香港 所以这次她叫停了林郑在12月上京复职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星期二 本来林郑应该在12月上京述职 其实原来上星期四 12月10日 中央已经叫停了 叫停的当然是习近平 习近平叫人叫停 也是习近平叫停 那接着我们的封面 就已经说了 就是卫健委就已经说了 我现在相当肯定 中央是充分肯定 香港抗疫是失败的 很清楚的 就是中央今次充分肯定 香港抗疫是失败的 其实是 那谁下祸呢 林郑下祸 不会我们下祸 对不对 她就下祸 所以她今早行会出来说 就是说 其实你看到香港的官员 或者大陆那些 她说的都是妈妈是女人的 就是说 等中央指示 当然 你也要别人见你 白点说句 别人的中央官员都不见你 你向哪个述职 你对月盟长述职 对不对 不可能 对月盟长述职 对不对 别人都不见你 对不对 那问题 我们一会都会说 新加坡关于疫苗那件事 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处理 是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 就是你看别人那些 很简单 没有人有意义 我的朋友在新加坡 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 就是社会对于疫苗这件事 是很接受很平静的 是林郑这个贼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结构 我不知道她的人是什么结构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习近平是什么结构 会用她用到现在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用这个人 其实很多已经解决了 好 那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到星期二 都是没有变 那就171% 那美银组合 就去到51% 那我终于看回了 那就是52.4万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看看片尾 如果你要订阅投资日子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你也可以直接电邮给我 香港范图山河 at gmail.com 星期一 就新增82宗 那就 无论袁国勇 或者何柏良 都说 今次高峰已经过了 应该是 我们老早说了 正常是三个星期 根据以往的 即不是说我们 估计得准 是以往的记录 就是这样 那其实今次 去到上个星期 12日 就已经跌到80多宗 那它延续了几天 可能是天气冷的原因 天气冷的原因 所以正常来说 就是圣诞岛 应该会慢慢回落 其实这两个星期 但是 因为今个星期尾 就做冬 那下个星期就聖诞 那我就 我数导也说过 其实我 对我没有影响 但是我看到一些商铺做生意 我也很深厉害 其实 它又要做生意 就是很坦白说 它不想收盒 那我们出街才能吃到东西 那你想想 如果每个人都收盒 你出街才能吃到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人家真的熬得很辛苦 真的熬得很辛苦 那大家看到这个 卫健委 香港防疫不到位 很清楚 它说得 很少卫健委 会直接出来说话 很少 就是他会说 他说中国防疫那些东西 这个很正常 这个是他的工作 就是他是忍死忍尿忍到现在才说的 香港防疫不到位 增深圳压力 那深圳有什么压力呢 是吧 就是对于深圳有什么压力呢 另外我还要说 就是说 关于 就是最近也有很多朋友移民 我一会会说一些数字出来 但是 香港01 就是有一个 关于双重国籍的报道 大家进去Patreon那里看 我在Patreon 就有比较详细地说的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因为我之前在这里也说过移民 但是 大家看到 这个国家卫健委专家增光 不是那个增光 这个增光 都是白头发 就说香港防疫不到位 令到深圳压力增加 这一件事 其实透露了很大的玄机 关于香港和中国的地产状况 这个就是 大家进去Patreon里看 我也会说 关于双重国籍这个问题 因为香港双重国籍很久了 究竟它是否可以做得到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 我们在Patreon里会详细和大家说 香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就是地产 卖楼 收印花税 地租 地税 卖地 这是香港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 很大的收入来源 你看到现在 为什么特区政府的储备 是消耗得这么快 而没有补充呢 就是 这些所谓的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其实基本上 好像删除了 删除了 使用就多 因为要抗疫 使用就多 但是入的钱少 跟一个家庭没有分别 所以其实它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越做得多 重复做这类所谓的措施 白点说 你那个卖地 就更加没有人去买地 买地 你买地 也不知何时可以建房子 那买来做什么 又贵 不如先等待 你刚刚居屋搞猪 你看到 现在的居屋的状况 也不踊跃 差不多有三四成 都没有人去买 其实一出来的话 那变成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不断下跌 其实这个主要收入来源 在很多先进国家 发达国家都有的 特别是中国 特别是中国 因为你国家 即使不是说外汇流入来 也好 你国家也要拿 人民币也要拿 对不对 你没有人去买楼 没有了印花税 没有卖地 很坦白说 哪里可以搞 对不对 那是最主要收入来源 你现在看到香港 根本卖地 都差不多 每次都破底价 卖出去 甚至你现在维园 都没有人投 连维园 都没有人投 你看到这个 就是螢光幕这个 好像是最新的 但其实大家看到了很多次 由年初到年尾 来来去去都是这些 来来去去都是说这些 限聚令 禁堂食 包括美容院健身中心 他根本就已经没有任何招数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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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疫苗出来了 在很多港大市民来说 都以为有疫苗来了 正 对不对 明年第一季搞定了 糟了 搞到现在 现在说疫苗搞到人心惶惶 梁子超是梁子超说 何柏梁一何柏梁说 袁哥用了袁哥用了 袁哥用了 陈兆耻也陈兆耻说 林郑也林郑说 这五个人说的东西都不同 市民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我告诉你 这一次疫苗 一定也是坏的 这次疫苗也是坏的 其实也是坏的 也是一坨屎的 其实是 我们也说过 我去公立医院去打 那你也告诉我 你打什么在我身上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最基本 我没权选 也有权资 对不对 那你打什么在我身上 你打科兴 你打福兴的辉瑞 你打福兴的辉瑞 还是什么疫苗呢 那这些是不是 我没有权选 我都有权资 你为什么会走出一个 市民说没有权选择呢 那你现在在欧洲哪里做呢 每个人都不知道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很简单 辉瑞和BioNTech的疫苗 说完 没有弄过什么伏星 又没有其他科兴那些出来的 他就是这么简单 他说明年的年终 新加坡月底 就获辉瑞疫苗 尿明年全民接种 香港就有N这么多东西 由科兴 接着弄一个伏星 伏星就拉BioNTech和辉瑞 辉瑞又说不关我事 不过我给你用而已 接着又说明年有Oxford 好了 搞了一轮之后 就不知道在哪里做 又不知道冷冻行不行 你看人家 简不简单 月底 就有辉瑞疫苗 说完 我朋友在新加坡 完全没有市民有任何问题 完全没有 看看 李显隆于新加坡时间14日 表示 在12月底 可以获得首批辉瑞BioNTech疫苗 2021年第三季 就可以获得足够全民 大概是570万人接种的疫苗 他同时宣布 将由12月28日 刚刚放了Christmas之后 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聚活人数限制 由5人增至8人 他们已经实施了维持8周局部风识 新加坡说 疫苗将以自愿形式 免费提供给所有国民 免费 和长期在新加坡居住的人士 以长者医医人员可以优先获得接种 新加坡表明希望除了16岁以下青年孕苦群组之外 成人都尽量接种疫苗 但是卫生部长颜金勇同时表明 希望尊重人民的选择 便会推出一系列 卫生教育活动 鼓励市民接种 清楚吗?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其实没有人有意义 就是这么简单 譬如说 我早就跟辉瑞和BioNTech 订阅了 可能他们就分批离 因为他们自己都要先用 譬如说 今个月的可能是50万剂 下个月可能是100万剂 接着200万剂 去到第三季 清楚吗? 有什么困难? 他会不会有N那么多的选择? 喂! 有用一个就够了 你也是香港 搞N那么多东西 你找陈肇始 有什么禁足令 禁足令又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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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强制又不行 立法又不行 那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 你看到为何卫健委 是在有疫苗的时候才出声呢? 你现在有疫苗了 有疫苗应该是一天都光亮 对不对? 有疫苗才出声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你的疫苗肯定烂尾 你确实烂尾 其实 确实烂尾 喂! 即使科兴 即使科兴也好 如果科兴是有了第三期的临床数据 有了这个方法 有了在哪里做 有了数据 有了中国药监批的话 香港人未必不打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怎么打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怎么打呢? 打到身上 对不对? 但会死人的 对不对? 好了 你辉瑞和Bowntap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无厉害 就放了个 你无厉害 就放了这个复兴出来 又说搞冷冻 你看看现在 这个新闻是李显龙说的 那为什么人家新加坡 又不用搞冷冻问题呢? 人家已经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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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家辉瑞已经包了 帮你想想 有一个雪櫃运过来 已经是 在新加坡 在香港的程序 怎么接就行了 在新加坡 简不简单? 没有任何人有问题 新加坡也有 差不多六百万人 和你香港差不多 规模 你现在看到卫健外出声 就是他看你的疫苗都难尾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看最后那一段 他说 港府已表明 要待产品通过第三期 临床试验材会购买 即是未知 未知 未知你说来干什么呢? 是吧? 你只是说辉瑞便可以 是吧? 你只是说辉瑞和包安提便可以 你又不是在美国买 你见到卫健外卫 其实看到 九成 林郑今次在香港搞疫苗 又是难尾 对于深圳 很大问题 对于深圳 我们稍后 跟着过去 看看现在的状况 忽然压后 因为北京上周四 叫停 你不用来述 你不用来述 我想有几个原因 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第一 你看到 阿习很怕死 你带了一班人上来 你一班人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菌 是吧? 我就是万金之区 那怎么会见到你的 懷疑是传播人士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其实 坦白说一句 在政治方面来说 香港中联办 已经持续期了 以及这个国安处 基本上 没有第二件事 要再述职 因为都不用他做 现在林郑有少少空间 就是找些香港市民来玩 就是搞这些疫苗 搞一些限聚令 那些 但是问题就是 你如果看到 你中间的抗疫 搞了十个月 十一个月 他又是搞之前那些 好了 他见到你的疫苗 现在我相信 在中央那些 核心的党员 已经完全不信林郑这个人 他们自己收封 那你现在看到 疫苗的状况 搞到那些人更加恨我国家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来到述职 我吵架你又不是 我不吵架你 我没有东西跟你说 那你就不要来 就是这样 其实在 回归之后 是很少这个情况出现 很少很少这个情况出现 就是我 我不见你 现在是 我没有东西听 你跟我说 那你又大事吗? 那你又大事吗?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我们为什么会 讲紫荆党这个问题呢? 其实 这个当然 和习近平都有关系 你用这个人 没办法的 你用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 是一个最 就是习近平 最大的败北在香港 就是 在 反修礼的时候 没有动了林者 如果他立即 动了去的话 就没有后面这些东西 就是 你 就是我们 我们 经常说 我们用人 是很重要的 你会非都没用的 聪明的人 是会用人 聪明的人 不用很聪明 但是要会用人 大家如果打开地图 你要看到 在中国 其实 香港是 在最南端 就等于一条水口 吸一些外资进去 然后像血管般散进去 你很难跳过香港 钱飞进去深圳 即是 即是 即使你不说 体制问题 也好 在地理上的环境 是很困难的 你很难跳过香港 然后那些水 会吸进去深圳 它正常 在地理环境 来说 都是透过香港 其实 好 如果香港 防疫不到位 第一个死就是 深圳 第一个死就是 其实是死深圳的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是 深圳现在国家 在2019年的报告 就是说 2020年 我朋友 已经找不到 他说 2019年的报告 全年计 中国有50%的外汇 当然 大部分美金 是透过香港进入的 好了 如果 贸易战打成这样 即是 疫情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 在今年 2020年 应该这个比例 会增加到 65-70% 中国的外汇 是透过香港进入的 如果问题就是 你的防疫不到位 是有很大影响的 现在透过香港进入的 你会看到的 当然就是 不断的 爆炸性的公司 在香港的 港交所集资 否则都不用换了 李小嘉 对不对 李小嘉不是阿杰的人 对不对 李小嘉是前朝的人 对不对 所以换了李小嘉 好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即使有这么多 上市公司 香港集也好 其实还有一些外资 会进入到香港 那些外资 进到香港 香港的人有钱 便回去深圳消费 对不对 接着这些钱 便一直带上去 对不对 其实一向都是这样 当然 进入了世贸之后 中国 他也会跟外国做生意 他也有钱 但比例来说 是以香港最多 因为那些人不信内地 好了 但问题是 你现在顶住了 香港 由头顶到到尾 顶了一年了 你还是抗疫不到 抗疫的话 那你对于深圳 广州 其实是会死的 人家的地产 会死的 会死的 即使大家会很奇怪 喂 十月而已 先说 把深圳打造成 国际科技和金融中心 这样便撕掉香港 好了 你一看到卫健委突然走出来 他说 喂 你香港不行 你死我了 即使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 某程度上来说 中国对于香港的依赖 是很重的 他说的那些所谓的话 其实是说给国内的人民 而已 香港不重要的了 我们国家已经够了 那如果不是 卫健委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十月了 那你见到深圳 和 你见到深圳 有没有任何措施 是将它打造成科技和金融中心 他自己说已经清零了 是没有的 我今天看到新闻 就说 成都 即是四川 又爆了 又爆 那很多 就禁止了 就是很多 小的那些城 就是小的那些院 小的那些市 就禁止了 很惨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已经禁止了很久 而且有一些 很坦白说 已经是 就是失业了 失业很久 那每天吃什么呢 吃泡面 吃泡面 你再不让他们出去找东西做的话 他们就真的要和国内的单位协调了 那问题就是 你在中国可以禁止 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香港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说来说去 那些人又问 陈兆耻 陈兆耻的表达能力又不行 其实陈兆耻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的 就是这么简单 香港是不能够行禁止令的 你最多是强制检测的 因为你一旦有禁止令的话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背不起的 你背不起的 喂 你禁止令 那妻子出不了街 钉了那怎么办 什么叫禁止令 禁止令只是简单说一句 旺角你行禁止令 不准备出街 出街就拉够你 那禁止令的话 自然不让人出 不让人入 那妻子死了 是吧 喂 死一个而已 世界新闻 香港是不能够行禁止令的 其实 你可以强制检测 没问题 但是禁止令是不能够行禁止 根本就不需要discuss这个问题 你看到之前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根本就不用discuss这个问题 禁止令是不能够行禁止的 我们在二月的时候已经说过 一定要增强快势 你增强快势 在整个 任何人入境 都没有豁免 pass了检测 才可以入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是不走 那就搞到今天 好了 走到现在 你看到林郑就很心急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话 他在说话 他在说话 李老师现在在说话 他在说话 深圳现在在说话 你想想 对于 香港的楼市 对于国内的楼市 其实如果没有了香港这条小水壳 进入的话 他会钉过去 他会死的 大家看看 卫健委说话 他就说 国际的 他做不到 其实 国际没有清零 国内的疫情 防控做得最好 都没有用 其实他说这些 就是 又是妈妈是女人 那些事情 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会这么心急呢 聖诞节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春节 如果今年的春节 他再禁止的话 那就能钉过去 死的 因为春节 其实正常来说 就是楼市的旺季 在国内来说 很多楼盘 大型销售 大型促销 都是在 春节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情况 就死了 很多地区 因为你没有人买楼 楼市的 税收是最大的 那个比例 是很大的 那个比例 你香港没有人去 你想想现在香港 为什么他要行这些政策 他现在为何要行 这个 这些政策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你现在整个 大湾区 根本就没有人买楼 根本就没有人去买楼 楼就很多 没有人买 那么主要呢 以往 就是在 2020年 或者社运之前 其实是很多香港人 回到国内买楼 即使你说你不去前海 等等 你在深圳 你在广州 我有很多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 都有的 但是自从发生了社运 之后就开始少 去到2020年 疫情之后 差不多停顿 你想想 为什么他要吸引香港人 那些小孩回去做事呢 他要吸引香港人的小孩回去做事 其实就是吸引你 小孩后面那些大人的钱回去 可以买楼 可以做医食住行 这些钱对他很重要 这些是外资来的 在香港和中国来说 大家是外资来的 因为大家的体制 金融体制不同 大家用的 currency不同 都是叫外资的 但是如果你 没有了这些东西的话 他会死的 他会死的 楼市会死 整个经济都会死 如果不是 他为什么今年会行这些措施 因为你们没有人买楼 现在的问题是 他也是性赖的 为什么呢 关鬼社运事 对不对 最主要就是 林郑的抗疫做得不好 如果不是 大把人上来 其实他也是性赖的 但是问题是 他也没有说错 是因为林郑做得不好 如果真的 疫情已经没有了 有些蓝丝都会上的 但是你有疫情的话 蓝丝都上不了 因为上到去 隔离14天 那谁上去呢 对吧 今年八九月 大家在财经节目 都报道过 为什么 习近平要推三条红线呢 在国内的大型内房 最主要原因就是 借贷已经太高 超出资产净值的70% 或者超出预付款的多少 比例 问题就是 为什么之前不推 而现在要推呢 原因就是 因为已经没有钱入 你入的钱少了 你就支撑不了你的借贷 对不对 好 问题就是 你说 喂 这些东西是否只关上上海 北京事件 不是 因为恒大 融创 其实全国都有 全国都有 它是真的大到不能到 因为如果恒大融创的那些一落 白点说句 有些银行不会落 很多银行 很多国内 大家明白 譬如香港 有很多行业 是依靠住房地产的 譬如说装修 譬如说建筑材料 浴室 卖家具 或者 很多很多电灯 电器 等等 其实它都是靠那些楼市去做的 一旦没有楼市 一旦搜下去 全部都拼了 所以你看到恒大 它也不让它垂 一旦嵌 一旦嵌 那些银行都拼了 但问题就是 你没有了香港这个水 它就会死 虽然香港这条水喉是小了 但也是一条水喉 也是一条水喉 但是如果这条水喉也没有了 香港人 是比国内的人有钱 为什么呢 香港人的住出率是很高的 香港人的住出率是很高的 而且香港很大部分的人 白点说句 它都供了楼 譬如我们这些年纪 你中产那些四十多五十多 其实很多已经 不供了都供到很尾 但是问题是 国内的楼市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红呢 什么时候开始火红呢 有钱才火红 对不对 差不多是十多年前 所以很多人 国内很多人 是有很多房贷在身 政府根本反不了 因为你有房贷在身 对不对 大哥 个个都有房贷在身 个个都有网贷 在过去房贷 妄贷 小微贷 这么强劲的情况之下 那些人 俗称说 那些中产的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那些 全部都一身债 全部都一身债 对不对 问题就是 一爆破的话 很糟糕的 所以它一定要救经济 第一个要救的就是楼市 你的楼市如果再是这样下去 它就会釘盖 其实 大家看看 这个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片 看片没得骗 那大家可以去YouTube看看 这个是一个星期内的事 但是这些片 很多时候 我都见到 一两个月就被人删除了 这个是深圳 一条步行街 你可以见到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见到是冷清到这样 什么地方 是有这么多人的呢 找工作 找工作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这个场景 这个是安联人力集中市场 就是找工作 什么工 你看看那些人多年轻 这个是11日的 这个视频是 再篇远一点给你看 你看 你看 全日都是这样 下面都看到那句 深圳再冷都有十几二十度 这个是11日的视频 在深圳 华辉人力市场 你看看 爆棚爆到 你在中国现在 没有见到有地方 有这么多人的 除了找工作做 大部分 都是年轻至中年的 你看看 是一些人力资源在招聘 你想想失业状况多厌 那大家就会想一样 不是的 中国订出来的那些 它叫围城记 大家可以进去看 中国订出来的数据不是的 GDP增长多少 外贸又增长多少 外汇增长多少 你看看这些就知道 是不是 这个地方在哪里 是深圳 是深圳 不是成都 你想想如果深圳 上海 北京有这样的状况 那国家会怎样 你看看 失业的人多到 多少人找工作 当然 有可能 现在是两季交替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那个视频里面 应该说很多厂 开了一段时间 就关闭了 所以很多 就要出来找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关闭了太久 很多是大学生 你想想 这么多人去找工作 为什么他还要请香港的人上去 多少人找工作 你看看 很年轻 那些女孩 二十多岁 你看看那些 就是年轻 貌美的 很多全部都年轻 这个是12月11日的视频 那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还要请香港的学生上去呢 原因 不是因为你能力 大家都是年轻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他要吸纳你香港的资金 他的大湾区的楼市会死的了 已经是 没有人再买他会死的了 就是这个意思 看视频最清楚 大家可以在YouTube里面 打个叫围城记 很多 或者是九哥 很多这些视频 信视频 信视频 不要信我说 信你眼前看到的东西 刚刚有朋友WhatsApp我 就是说 今个月 只是在十二月 即未到月尾 已经有三千人去了 香港人移民过去 即是今个月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说 如果那个疫情消退的话 明年 会有更多的香港人移民去 就是 我自己有朋友去 以UK最多的 UK最多的 之前我们说 澳洲那个 就订了农历年前的机票 即是二月 我不记得我老婆说 二月六号 还是八号 我不记得了 那就去澳洲 去澳洲 因为那个机票便宜一些 一家四口 就一万九千元 如果他现在过的话 也可以 现在过的话 就是九千多元一张 单程 大哥 你差一半 所以他就会 二月 农历年前就走 可能他两个弟弟 就迟了少少上学 好像是一月开学 那就迟了少少 接着他丈夫 会回来 他的丈夫 就会回来 接着那一年 就 关注香港的装修生意 就一年之后 才过去 加入他们 中间做着 太空人 这个 我相信 也不是无的放弃 就是说 澳门 这个博彩月 曾经已经 传过 会用数码人民币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他用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你现在用数码人民币 那些外资会走 比如说 金沙 他们会走 他们不跟你玩 用数码人民币 你看到很多 踏马仔 走 中介 就是踏马仔 中介的那些走 为什么呢 你用数码人民币 那用什么踏马仔 踏村吗 是不是 你用数码人民币 用什么踏马仔 是不是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用数码人民币 白点说句 接近赌百头片 对不对 用手机 踏 搞定 赌多少钱 你完全走不了 是吧 因为 因为 你所有的交易 你每一次移动 那个 手机上面 那个 货币 白点说句 你踏一踏的话 他直接去人民银行 是不是 你一移动 他都知道 其实是 他随时可以折到你 你的钱 根本不能出去 你在里面玩 是不是 那 这个问题 你说他想不想呢 阿习想 想 但问题 现在不行 现在走不了 因为问题就是 你现在很需要 急需外资的时候 你如果一走 踏马仔走 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美国金沙那些 一定走 金沙那些 一定走 你不用想 他怎么会还跟你玩 对不对 他现在还跟你玩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他走不了 他走不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到星期二 是171%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12月份 这是美股的 好 投资日志 我们应该已经说了 腾讯 还有 保砖 台湾这间 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 敏实 和京东健康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两个收费项目 投资日志 和YouTube 投资筆记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帐户 还有转数块电邮 亦有我们的PayPal帐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下面订阅 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都可以 好 今个星期 还有一周股市大事 周末会和大家见面 大家记住 看一周股市大事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一周股市大事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